总奖金额约为7.9亿美元 每期时间10月3日 根据《团结环丝续网》的记者GG的报道 现任蒙特利公园市书记官的陈亮文 日前宣布参选蒙特利公园市财务长一职 自1985年以来 他一直致力于在蒙市服务 1980年代到1990年代 蒙特利公园和盛盖博股的人口结构变化 造成了紧张局面 陈亮文作为一名汽车迷 举办一场包括所有类型汽车的车展 从而吸引到各种类型的汽车爱好者 也一直都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也希望他能够将多元的社区文化聚集在一起 同时陈亮文还曾经在环境委员会任职 同时推出了一年一度的自行车骑行活动 作为该市地球日庆祝活动的一个部分